成棒甲組春季聯賽資格賽 分組五隊只有第一名能夠挺進副賽 而在F組取得二連勝的維倫什葉 要和同樣未嘗敗擊的崇越科技正面碰頭 崇越推出了蘇哲明掛帥主投 在前四戰拿下兩勝 17.2局投球防禦率僅1.53 不快前一開賽就要碰上對手的強力挑戰 維倫首棒打者岩盛賢逮到這個紅衝直球 順次推向了左外野方向 在大空檔落地形成安打 這次Lead of Double幫助維倫什葉 在沒有人出局就攻占得點圈 崇越投手又對第二棒投出了四壞球保送 形成一二雷有人的局面 天下武功 五位快不破 棒球也是一樣 特別是當你有頭兩棒打者都在壘上的時候 來個出其不意的雙盜壘 確實能夠殺得崇越措手不及 維倫成功近戰二三壘 說時遲那時快 第三棒陳子紅來個無縫解軌 立刻補上了中外野方向穿越安打 把壘上兩顆土蛋一起打回來 維倫什葉先生奪人 手局就取得二比零領先 崇越的反撲不是沒有 四戰兩人出局一二雷有人 但如果結果是這樣 那可就是東師笑平啊 二壘上的黃俊凱離壘過遠 被捕手打一個正著 二傳六抓到第三個出局數 攻勢瞬間瓦解 崇越前六局受制於維倫什葉先發投手 徐凱翔的壓制 只敲出了三隻安打 還吞下八張老K 火力零星無法越雷池 作用兩分領先的維倫什葉不掉以輕心 七局取消DH 把原本的四棒羅華偉壓上投手球 羅華偉過去曾經屢外打過老虎隊新人聯盟 也是東亞運國手 不過崇越在八局上一人出局的情況下 拔棋反突 攻占一二壘 下一棒正式穿越安打原本跑者 無意往本壘推進 結果又外野手陳子宏 穿三壘形成了大爆船 失誤免費奉送貴手一分 而且崇越還要繼續攻占二三壘 第四棒林嘉欽這個軟弱的內野滾地球 原本有機會形成第三個出局數 沒想到二壘手陳其原 竟然發生了要命的守備失誤 讓臺上兩名跑者都回來得分 崇越攻下三分大局 取得三比二抽前 最後對手也沒再攻下分數 崇越靠著一分差距搶下第二勝 而維倫則吞下資格賽 第一敗 我來體育新聞 黃瑞鴻蔡清景綜合報導 小是 小賬 小不是 有 吃 稍 show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